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美国空军司令一开战就先灭了中国海军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赫 在今天,也就是8号表示 如果台湾海峡爆发战争 那么美国军队的首要任务 就是集中精力歼灭中国的舰队和军舰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报道 在科罗拉多州的奥罗拉 正在举办美国空军以及太空军的协会的战争研头会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赫出席 在会议中他指出 前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 中国解放军把船舰部队 把舰队部署在台湾东侧 作为一种封锁手段 试图阻止佩洛西访问台湾 因为中国解放军试图利用他们军舰上的地对空导弹 来控制整个的台湾以及台湾海峡 将来中国军队如果侵略台湾的话 中共海军就会利用他的军舰来掩护大量的军队 像蚂蚁一样的登陆台湾 所以维巴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仍然是以阻吓中国军队侵略台湾为优先事项 也就是告诉共军你不要去侵略台湾 就是说美军还是努力劝告中国不要试图用武力来夺取台湾 但是呢 阻吓很可能无效 那么怎么办呢 维巴赫直言说我们就必须消灭中国的舰队 而且呢 消灭中国舰队呢 不仅仅是我们太平洋空军的目标 也是任何将射入这起冲突的外国军队的主要目标 就是他指出了 这是对中共作战的核心 就是摧毁中共的海军 维巴赫强调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这种战争 就是太海之战 美国呢 以及盟国的军队呢 目前正在有计划的加强共同演练的次数 他负责领导的美国空军联队 经常在许多岛屿之间演练这个战术 也就是说呢 他们现在呢 收集了大量的共军的这个军舰的各种各样的型号 以及他们的弱点 因为每一种军舰呢 最好呢都要有专门的打法才能够顺利的 就是说呢 把它集成 尽量就用一枚导弹 集中他的弹药库 或者把它摧毁 或者集中他的这个 这个动力 这个输榴 让军舰呢 失去控制 在那自己转 或者干脆呢 就停在那个地方 像一条死鱼一样 另外呢 今天比较重要的消息呢 就是四分之三国土面积的俄罗斯人 魔求独立 在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 请住这个几乎所有的军事力量 入侵乌克兰之际 这个随着这个闪电战变成了延长战 征兵前线实力的消息频频传来 不少俄国人 俄国民众呢 产生越来越大的不满 因为他们看到了普京的无能 看到了俄罗斯的这个落后 所以最近呢 俄罗斯联邦呢 已经五个地区的民众 举行自发性的独立公投 这个公投显示呢 压倒性的票数 赞成脱离俄罗斯联邦 独立建国 这引起了媒体广泛的讨论 其实在这之前呢 欧洲的许多领导人 还有美国领导人都在讨论 俄罗斯在战后的瓦解问题 这种瓦解呢 可能比上一次苏联瓦解的 这个范围呢 还要广阔 综合外媒的报道呢 这个俄罗斯现在 俄罗斯人发起的这个 联邦自决在线空投 从今年2月16日开始 一直到28日连续进行了13天 就是说呢 这个公投呢显示呢 在与俄罗斯本土 根本不连接的加利宁格勒 就是说呢 获得了最多的支持率 然后呢就是英格里亚 英格里亚呢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名 它就是彼得堡地区 繁华地区 也就是圣彼得堡 那个区域 就是俄罗斯第二大的这个人口 众多的区域 仅仅圣彼得堡市就有500多万人口 加上附近的区域呢 有上千万人口 那是俄罗斯最发达的地区 另外呢 还有乌拉尔地区 就是中亚 还有这个库班 另外呢 还有一个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呢 是一片辽阔的地区 总共呢 有560万人 就是这些各个地方的居民呢 作为就是说呢 积极分子 参与了网上的投票 因为毕竟这些投票呢 有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 比如说地方当局说 啊你这样支持独立 什么意思啊等等 诸如此类 所以说呢 愿意参加投票的人呢 都是认真对待自己的前途命运的俄罗斯公民 公投结果显示呢 目前呢 加利宁格勒地区 赞成脱离俄国的比例最高 占到72.1% 其次呢 就是这个 这个英格里亚地区 高达66.2% 这也许令人奇怪 因为俄罗斯的核心城市呢 就两个 一个是莫斯科 第二个呢 就是圣彼得堡 俄罗斯全国呢 也就这两个大城市 能够达到500万人以上 俄罗斯其他地方的城市 规模都很小 就是往往只有几十万人 第三个呢 是乌拉尔地区 这个不奇怪 因为我接着往后面说 还有西伯利亚地区 以及库班地区 乌拉尔地区是68.2%的人 也就是三分之二的居民 赞成独立 西伯利亚呢 是63.9% 也就是说将近三分之二的人的地区独立 库班呢 是有55.7%的人赞成独立 我仔细地查阅了地理资料 我惊讶地发现 这五个地区居然包括了 人口第二多的圣彼得堡 因为圣彼得堡呢 是最靠近欧洲的地区 它实际上以前呢 它是属于瑞典的领土 它主要的居民呢 是芬兰人 这个地方呢 因为靠近欧洲 靠近瑞典 靠近芬兰 靠近这个立陶宛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什么波兰等等 它是呢 经济最发达的 最西方化的地区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的居民呢 他为什么独立呢 他说我们每年创造的价值 很大一部分都交给联邦政府 然后呢 用他们来 照顾贫穷地区了 独立了以后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就跟欧洲国家 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这么说 这个地区一旦独立了以后呢 就跟这个波兰 立陶宛 或者捷克 一样 很快就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典型的这个国家 也就是说呢 他经济上很富裕 能力很强 另外呢 就是西伯利亚地区也惹人注目 因为你们知道 俄罗斯现在国家国土面积是1700万平方公里 但是其中有75% 也就是四分之三 是西伯利亚所有 也就是说呢 如果去掉西伯利亚的话 那么我们来算算看 1700万平方公里 除掉这个四的话呢 就剩下400万平方公里 那是多大的面积呢 那几乎呢 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二分之一 这点面积呢 就是俄罗斯就 人口就不能成为大国了 区域 只能算是一个区域国家 区域大国 也就是说呢 他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因为俄罗斯呢 很多看地图的人一看都吓一跳 它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国家 其实呢 不知道四分之三 都是西伯利亚 都是荒芜人烟的 既不适合于农业 也不适合于旅游业 就任何行业都不适合的 甚至呢 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资源 甚至石油产业也不在那个地区 而是在俄罗斯南方的地区 就是靠近哈萨克斯坦的地区 所以说呢 这些地方如果 如愿以偿获得独立的话呢 那么俄罗斯帝国呢 几乎呢 就是等于不存在了 另外一个 这个西伯利亚地区呢 值得指出的是 它地理位置属于亚洲部分 就是俄罗斯呢 它大部分是亚洲部分 四分之三是亚洲部分 也就是西伯利亚地区 自古以来呢 它也是亚洲人居住 实际上俄罗斯人 也就是在大概一六 十七世纪 到那个地方去 也就是说呢 到现在为止呢 也就是三百来年的历史 三百多年的历史 那个地方自古的居民 都是什么人呢 可能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他们就是选别人 蒙古人和通古斯人 很多人也许对这三个民族不太熟悉 我简要介绍一下 选 选碑人呢 其实呢 在中国呢 曾经建立过好几次国家 比如说北洲啊 什么的 很多国家都跟选碑人有关 选碑人在凶农之后呢 曾经是中国北方的霸主 至于蒙古人 大家众所周知了 蒙古的势力非常强大 曾经建立过原帝国 而通古斯人呢 其实呢 跟现代中国人的关系更大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人讲的语 就是通古斯汉语 通古斯人在中国的意志呢 又被称作是满族人 一说到满族人 满洲帝国 我们就知道了吧 通古斯人就是满洲人 而且呢 通古斯人在全世界呢 其实的居民有1000 多达1500万人 所以说呢 这三个西伯利亚民族呢 都曾经统治过中国 都曾经甚至长期统治过中国 如果没有八国联军 给这个满洲人 以致命打击的话呢 我们中国人呢 可能现在 这100多年来呢 还会老老实实地 跪在满洲人脚下 因为在这个 八国联军 打垮这个满清军队 满洲人军队之前呢 汉人呢 已经跪在满洲人脚下呢 267年 都不敢太多看 这个 另外我想要指出的是 西伯利亚这个名称呢 实际上就是选贝利亚的名称 西伯呢 是一个拼音翻译 它的真正的称呼就是选贝 也就是说呢 西伯利亚的主体民族呢 是选贝人 其实呢 这个选贝啊 匈奴啊 还有这个 兔鸥啊 还有蒙古啊 它是混杂在一起的 你比如说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人 实际上如果从历史上看 它可能就是选贝人的一部分 所以说呢 选 如果你要是把这个 西伯利亚 选贝利亚的话 理解的话呢 那就可以说是 类似于蒙古利亚 就在蒙古利亚的北部 西伯利亚的东部呢 就可以说是满洲利亚 俄罗斯人现在进行的 往上公投的结果表明呢 第一呢 是俄罗斯各地人民 渴望独立 因为他们不想参与这些侵略战争 他们想要过好日子 他们想要自由美好的生活 第二呢 虽然俄罗斯人民以前有这种想法 但是呢 最近呢 由于普京侵略乌克兰战争 尤其是一连串失败 推动了俄罗斯各民族的独立运动 第三呢 是随着俄军的战败呢 各地独立的这种力量呢 是越来越强大 就说呢 他们都在等待着俄军呢 被打垮 这样他们就可以马上 组建自己的军队 然后呢 宣布独立 这个公投的主办方说呢 现在呢 目前他们进行的公投呢 只是俄罗斯各地区走上独立的第一步 后续呢 他们将努力把公投合法化 呃 然后呢 这样各个地方呢 的公民呢 就可以做好更多的准备 将来一口气就可以获得独立 我可以跟着这个军队的一口气 我们在看好 这边的军队 就像我一口气 谢谢观看